世界盘外围在欧洲区附加赛 世界排名第六的意大利以0比1 输给北马其顿提早出局 当大家以为这组的决赛会是由意大利对葡萄牙 两大名牌球队交手赚入决赛州 球真是完的意大利整场都是狂轰北马其顿 络得了32次的攻门 但准成只有16% 只有5次中拢 一球都入不了 反观这边的北马其顿 攻门就4中2 更加在92分钟由泰哥夫斯基上演绝杀 险胜1比0 意大利是连续两届入不了世界杯的决赛州 葡萄牙真是要多谢你 不过葡军都不要那么淡定住 北马其顿会不会再做巨人杀手 将葡萄牙都搞定买 这个世界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葡萄牙以3比1赢了土耳其 斯朗很大机会是最后一次踢世界杯的决赛州 行不行 要问过北马其顿的一关 瑞典凭着坤雅臣在加斯的入球一球淘汰折黑 晋级下一轮会和波兰赞入决赛州 波兰因为俄罗斯被禁赛 获得直接拿到这组决赛的资格 曼联申赛艾兰加在115分钟后备入体 完成他首次瑞典国家队的地标战 曾经效力曼联的伊巴谦莫域 今次也有入选瑞典国家队 他和艾兰加的爸爸约瑟夫艾兰加 在2000年在马毛的时候做过队友 有谁会猜到22年之后 伊巴和艾兰加就在瑞典队成为队友 加利夫·巴尔在黄马不受重用 回到威尔斯国家队 自己的说明书完全在这里 凭着他包办两个入球 威尔斯2-1淘汰奥地利 下一轮的对手还要等 因为苏格兰对乌克兰的附加赛 因为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 比赛要延期 网民真是搞一下 巴尔的职业生涯喜好的排序 是威尔斯 第二是高尔夫 第三才是黄马